时间进入2023年的最后一周 第十季梦想改造家的最后一期也如约而至 那先要提醒一下大家 下一季报名呢已经启动了 欢迎大家根据我们屏幕下方的信息 来报名参与改造 梦想改造家十年 每一年的收尾都是工艺改造项目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那以往我们更多的是在关注孩子 但有一个群体其实更需要我们的关注 那就是老人 尤其是在交通不太便利 又有空心化问题的乡村 老人们的养老需求不仅需要关注 更需要去探索各种现实的解决方案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来到了浙江周山海岛上的一个小渔村 先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那里的老人们 这里是中国大陆的东端 周山群岛中的柴山岛 菜肉蛋每周两次做船从海上运来 供应岛上的96位居民 居民中年纪最大的96岁 负责生活的这几位是岛上的年轻人 他们里面最小的也有63岁了 都是老人嘛 基本上车到十一楼了嘛 车到十一楼就会忘了个年轻人了 中国人大概都是进啊 福建压的天 第一楼 主那里是年轻人 是最大的 前妃 通费 成功的 都不仅为了 暴力 那个大厨 主旅呢 就是一点是九日 我说你几百千岛 就是在这方面 这几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是岛上的壮年劳动力 也可以说是小岛的守护者 六十多算年轻人 我们是一老养老 就稍微年轻一点的 在给一些年龄大的在照 中头五 大阪餐 何止头五 现在是北京时间 小岛餐 路透牙 比如胡阿叔 最操心的是老人们的日常饮食供应 这里都是学现金 老女生的支付包 手机都不会搞 都是老东西 我没有切 我没有切 切 切是不是 切ashashima 胡阿叔自己腿脚也不好 但还要给年纪更大的老人送菜 贝阿婆行动不便 几乎不怎么出门 坐在门口的海风里 把碗洗了又洗 和路过的邻居谐聊几句 常常是他一天最重要的社交 张一胜是本地人 在退休返聘后 继续服务岛上的老人 但医生也会变老 小沉所地处柴山岛CPD中心商务区 和七阿嫂的小卖部起拍室 共同构成了岛上的社交中心 小广场曾是岛上的市集 这里曾经拥有舞厅 学校和商店 回想当年数百艘渔船满载归港 岛上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的景象 当年的传老大门还是情不自禁的神亡起来 当年的传老大门还是情不自禁的神亡起来 那是个充满激情的时代 渔民们背靠中国最大的舟山渔场 更洋帆出海奔赴远洋捕捞 为国家创会的同时 渔民们的生活也过得十分殷实 岛上家家户户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纷纷建起了两三层小楼 每一家都精心用那个时代 最好的花砖和水洗石装饰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但随着渔业资源保护的展开 过度不捞的时代 如潮水一般褪去 年轻人们纷纷离开小岛 寻找出路 人口流向陆地和城市 岛上最终只剩下了老人们 岛上顶盛时盖起了三百多座房子 如今却只剩下九十六位老人 不愿离开这片海 这座写满一生记忆的渔村 一弯之阁 柴山旁的主岛白沙岛 已经是远近文明的海调目的地 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海调 休闲 吃海鲜 看日落 柴山姑娘小岛在白沙岛上 开了一间胶片工作室 有时他会踏上柴山岛 探访这个时光仿佛静止一般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房子对老人来说 就是他从年轻长大 以及工作在这里的回忆 都在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房子就是他一生的 一个劳动的所得 或者是结晶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记录一下 这个老人跟房子的这个影像 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记忆 岛上七十年代以来 形成的渔村风貌 带着一种尘封历史的美感 也吸引着不少 像小岛这样的年轻人 前来探访 很原始 就是可以看 好像能看到 他们就是这种时光的变迁 也有的感觉 就是开发的有点 太商业好了 希望柴山这边能保留下来 它这种原始的感觉 但失忆的环境下 小岛上的老人们面临的 却是更多现实的难题 当年的小学校 如今变成了拖劳所 六十多岁的秋月嫂 在拖劳所帮忙做饭 照顾老人们 一边做一只鱼 一只菜 一只汤 他们呢 下午是我不得了 没得我不得了 这呢 煮到奶瓜 还有鱼南 现在我们多吃一天 更专业的护理员 需要依靠民政部门 从外地协调到岛上进行支援 一八四八八四 车也 好 我们明海刚好对接的是这边 老年服务与管理 我17年毕业的 我到新年 我已经做养老第六年了 给他们打扫卫生 排气很重很重 所有东西都给他洗一遍 通通风 被子给他散散 有时候爷爷好望吃药 我们来提醒一下 他个人备活 好过吗 嗯 虽然护理员很负责 但拖劳所条件相对简陋 大多数老人 或处于传统观念 或有着经济上的顾虑 也不那么愿意入住 我老了啦 自己会在家里吃饭 也吃饭 你现在跟 你们真的打起了 吃鱼糕 地鱼糕 我没妈妈 你们真的带我去嘛 我都要那里去嘛 就是我一个人不开心 一个人是鱼糕 去那个国家道里 有千百块 我的鱼糕 我的鱼糕 要那里去 我去鱼糕 那里有 但是你们都打 我又不愿意到 老人们大都顽强地 维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 一天天变老 变得更老 随着老人们身体的日渐衰弱 岛上整体账户不足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连剃头这样的小事 都要依靠外来的志愿者 我们是不断居 我都已经学会 我们跟他们一天 鱼饭 磨刀 还有排料 还有包括老人 就是拍一些中间照 一般是一个多月来一次 年纪大了嘛也是一样的嘛 也是要美的嘛 他们还没接 他要叫我接 他差点好的 他不是好的 你哥能我五哥吗 你哥好来做个人 那这里就是那个 饭没地方吃嘛 那没办法 也不是他们不给我们吃 是没地方吃 他们也说要到他们家里去吃 那我们也不会去吃的 这一切 都让白沙管委会的负责人 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从小在海岛长大的他 太明白 小岛上老人们的不义 因为这个敬老岳 原来比较简单嘛 它很多的 牙老设施是跟不上的 包括我们那个房间里面 原来它有上下台阶的 那么老人有些腿脚不方便 上厕所也是有点困难 叶书记希望 能对风貌独特的柴山岛 进行保护性开发和复兴 用旅游业的收益 对养老事业进行补贴 同时 让岛上 遗老养老 这个有人情味的模式 也能够持续下去 70年代 80年代 那个老房子的风貌保留下来 整体的万里面不破坏它 也是保持我们原来渔村 这样一个完整的风貌 整个我们旅居 这样一个项目做下来 我们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 贴补养老事业的一些不足 一老一老的话 我们也考虑一个 志愿者的一个概念 老人 你身体下段还年轻 体力还好的时候 为更老的老人服务的时候 给他祭奉这种形式 今后你如果在 自己老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回馈给他 这种模式 究竟有谁 能为这座小岛和岛上的老人们 带来更好的改变呢 此次受白沙管委会委托 节目组特地邀请建筑师 孟凡浩和设计师朱晓明 共同开启一个综合性的 小岛复兴计划 一方面通过对 徒劳所的公共性改造 来提升岛上的 养老服务水平 另一方面 对两庄民居进行改造 分别作为旅居试点 以及来岛上服务的 志愿者之家 孟老师 师姐好 叶师姐好 徒老师 欢迎 欢迎 欢迎少岛 我们两位新岛民 我们参观一下 好的 我们前面走一下 建筑师孟凡浩 对于相间领域非常熟悉 他的作品包括 富阳东子观乡 松阳陈家铺等 在城市和乡村 都拥有众多知名作品和实践 这一次 他将接受委托 对徒劳所进行改造 所以在金老爷的改造 我们也是想 为留在岛上的老人 特别是我们那批 已经出去的原住民 今后如果有牙脑需要的 也是希望他们能回来 如果一些烧发 洗衣有点跟不上了 还是希望能到我们金老院里面 集中的养老 现在条件里面 有些如果生活不能治理的那部分 我们还是介意他回家去居家养老 因为这边可能护理 护理有点跟不上 如果通过改造之后 很多的硬件 少取之后 他能达到他在金老院里面 生活能达到的 根本其实也是 介意他在我们金老院 是的 书记提出 希望改造后的拖劳所 能承载白沙和柴山 整体户籍人口的养老需求 并增加一些送餐 老年食堂等公共性服务内容 孟老师 这我们是金老院的小陈 你好你好 小陈你好 接下来你带孟老师里面看一下 好 好的好的好的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好了 这个房间的话 就是我们阿姨平时洗碗 洗菜什么都是在这个房间完成的 洗衣服也是在这边的 但是一般我们都是熟悉的 嗯 然后这边是我们厨房 厨房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餐厅 餐厅 厨房还挺大的 哦 我们这种啊 冰箱也挺 两个冰箱呢 冰箱还得熟 对 冰箱也有 哦 阿姨你这个菜是从岛外运过来每天 嗯 有个生机两次 咱们这个交通上 非常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的 他们开始吃饭了 哦 对 这吃饭够早啊 才四点半 呃 对 我们早上是六点半 早上六点半 中午十点半 嗯 十点 然后晚上是四点半 四点半 其实并不是这里的老人早 是整个岛上的老人都很早 咱们去看了这个房子 我原本以为是一个这个呃 这个养老设施啊 看完之后才知道啊 原来它的前身是一个学校 呃 我们的团队测绘了一下啊 呃 大约差不多一层是两百多 两百四十房 两层差不多是五百方左右 这边的话 因为我是第五批来支海岛支老的嘛 然后这边的话是之前的那四批 呃 他们过来海岛支老 然后拍的一些 他们举办开展的一些活动啊 然后一些照片 还有一些老人的风采 嗯 二楼的话这边镜头是我呃 我们这边一个办公室啊 这一边就全部是老人房间了 嗯 这边都老人房间 对对对 然后它的床 然后也是一个简单的就像我们家用床 然后它的扶手啊 这些都没有 对对对 因为这些情况 它导致这里只能收自理的老人 因为它的护理型老人 它根本完成不了它这些的一些简单的护理啊 对对对 像它这个台阶 其实对老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隐宽 对对对 无障碍 没有做一些无障碍的 没有做了一些无障碍的设施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呃 办公室兼护理站 但是目前也这边只能量量血压 颤色的血氧 护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的 因为实在是条件或者设备不允许 嗯 这个是我们一个老爷子他住的房间 对 嗯 爷爷啊 你来这里多久了 嗯 四年了 啊 爷爷啊 就是我们这次不是要过来做 嗯 做一个这个改造提升啊 要做序了 要做序了 然后我们想要咱们东西 你有什么需求 灯要不要修 灯要修 对啊对啊 帮你弄好 我们帮你装电梯 以后可以坐电梯上来 就不用爬这个楼梯了 然后我穿衣服总觉得不干 叔叔好 您多大了多大了 72岁了 哦 就是住的最长了 嗯 1112年了 哦1212年了 就是我们要把这里做改造 做一些提升 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啊 你有什么还觉得不够好的 我们能帮你弄得更好一些 天气热都热了 夏天啊 嗯 太热 夏天啊 这个平顶啊 平顶 哦 平顶热 这里一共只有三个空调 然后有一个空调还是坏的 哦 那你冬天冷不冷呢 没有空调冷不冷 我们这里雪道的风比较大 冬天嘛有点 有点冷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扩建部分 扩建部分 所以这里它是就有高差 对 它这个高差特别严重 对对对 而且这个就完全是做不到无障碍 对 它其实对老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吃力的 对 我们这个房子它因为它原始的这个加建过程当中 它也是因为结合了地形 所以它有些高差 所以包括在它的内部也有这样一些高差 这边是什么空间 这边也是房间 也是老人的房间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房间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长 整体的因为没有人住嘛 其实房子还是需要人来养 咱们现在有18个房间 可能现在只有三位老人住在这 那么还有15个房间都是空置的 那但是在这个岛上 其实我们可能有一百位这样的这个适龄老人 他们都是在居家的养老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大家聊的过程当中 也是在想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能将一些空置闲置的一些房间 做一些工人液态上的一些更新调整之后 能够服务于更多的一些居家养老 这样也能发挥它的这样一个空间的一个有效性 就平时这个场地大家用了多吗 这个场地 晒衣服 就晒衣服 就晒衣服 主要就晒衣服 这边有一个 后面有个楼梯 这个就是刚才那位大伯说的那个架空 这个架空隔热了之后就会好一些 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些 咱们这边是东对吧 所以这个阳光主要是从这边过来 对 因为你西边一个山 所以它的阳光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是的 所以我是觉得咱们这个后续就是这一块 对 整个这样一个场所的公共空间和我们的养老的空间和旅居空间发生关系 对 要是一个整体 其实这个房子它本身是一个东西向的 因为我们在整个这样一个岛上 它其实是很多时候它是顺应这样的一些地形地势关系 作为一个东西向的房子 对于一个适老建筑来说的话 它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劣势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草项 包括它的这个通风采光这些 但我觉得可能后续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改造 来解决这些问题 带领设计师朱晓明进行参观的 是这次柴山岛海岛复兴计划的负责人小海 朱晓明出生在浙江海边 对于村有着很深的情节 也多次负责过梦乡改造家的改造项目 此次它的任务是对两庄民居进行改造 其中一庄作为渔村旅居服务的样板 判处岛上民宿的整体改造方案 改造中既要保存渔村民居的旧有风貌 又能适合岛外的游人居住 你看这些房子都很有意思的 这种都是当地的石头 对一块块打出来 其实就这样就很漂亮了 对 我们这样看看 你看每个房子好像都有各自的色彩 还有精英设计过 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不同的表达 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 你看这里好多房子每一个都不同 对 所以我们新岛民现在也在做一个海岛复兴计划 把这些老房子怎么给它进行一些改造 那么老人家更好的养老或者原住民 一些年轻人把他们招引回来 然后跟我们一些新岛民一起把它去复兴起来 这次去看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旅居的一个状态的东西 旅居的房子是吧 对对对 38号 对 大澳38 这里已经空了很久了 对 废弃时间都是10年以上基本上 然后这些老家具呢 这些这种手工那个时候 对都手绘的彩绘的 对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门厅 是吧 一个楼梯间 对户型都差不多 都一样 这个房子是比较典型的 这种以前我们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渔村房子 走进来一个门厅 左边一个房间 右边一个房间 楼上的话会有一个 左卧或者说一个次卧 要不要上去看看楼上 你看这个没变 对 很严重 太潮湿了 这些其实都要重新做过 而且要检查屋顶上有没有漏水 对对 像这些门窗的话 因为它隔音啊 保温度比较差 这些都可以更换对吧 走到外面就有就有就稍微有点不一样 好多了 你看这样你看有个对话 这边还有山景啊 到现场来看的时候感觉很惊讶 这个房子其实房子的这个疏密非常紧 而且这个建筑当中都非常狭小 然后考虑到我们未来做养老后的旅居的话 我觉得南点特别多 因为海岛嘛 这个潮湿特别大 整一个房子基本上意味很重 而且全是这个漏水点 包括这个建筑结构 原先来讲可能 它的挑台这个楼板的厚度也很薄 那么存在以后人员密度高的话 它风险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的保温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隔音都很差 因为当年的玻璃都是薄的玻璃 那所以现在已经不用说已经被 我看台风天气已经破坏了一部分了 我想这种都是要把它重新改造掉 另一转靠近拖劳所的民居 计划改造后提供给岛上服务的志愿者居住 两位设计师究竟要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呢 在改造正式开始前 徒劳所居住的三位老人 暂时由护理员协助搬回家 在改造期间对他们进行照顾 徒劳所整体是由当年的小学校 和家建的建筑连接形成的 原有的空间和结构安全 都无法满足新的养老空间需求 不得已只能予以拆除 我们约了这个靖劳院 徒劳所来之前它属于是学校 造的比较早 它可能结构是空心版 那时候考虑整个结构还是去掉 因为成本也算了 是差不多的 徒劳所现场随即进入整体清拆 而另一边改造设计工作也正式展开 孟帆号带领团队 首先对柴山岛的特点 和徒劳所场地进行了分析 建筑师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单体建筑的建造 而是如何在乡村提供公共性养老服务的 一整个课题探索 未来几十年 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养老问题是非常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在我们这个岛上 它其实就是代表着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它不是城市养老 它其实是一个在一个交通可达性 同时它又是一个乡村 这个乡村又是空心化 所以在这几种条件的叠加下 所以它的养老设施的一个承载的一个功能 它应该是更加复合的 包括甚至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餐厅 我们的食堂都是共享的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还没有入住 但是它很可能是居家的 那居家养老的 它也能去来这儿享受便利的这样一种生活配套 同时呢 它在这儿能用很多的伙伴共同地去社交交往 虽然建筑本身无法保留 孟凡浩还是希望更好地回应柴山岛的独特风貌和历史 为小岛保留原有小学校与托劳所的场地记忆 我们要充分地尊重原有的场地记忆 因为在这块场地上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我们看到这些老人吃完饭之后 就会在这里去晒太阳 然后在这里可能举办一些活动 在天气好的情况下的一些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充分尊重原有的这种村落的激励 保留这样的一些怨落空间 设计还在继续 但建筑轻差现场却遇到了难题 原来因为柴山岛是一座离岛 建筑渣土无法像在陆地上一样 清运到指定填埋场 只能暂时就地堆放 工地旁仅有的一块空地 立刻堆满了建筑垃圾 而这堆小山一样的垃圾要清运出去 只能依靠一条通往码头的 狭窄陡峭的坡道 设定路就是老家人 那个山那个地方 那个拐弯的地方 那不大概有 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有没有 应该有四十度 一份人力一份工 我们也比方拉 那没办法吧这是 更大的难题在于道路狭窄 有些路面能承压的部分不足 即使是铲车也很难通行 为了能够顺利地经运渣土 只能先把路面填埋压实 进行拓宽 因为大家这个岛上都是小路 铲车距离是一米二 原来只要一米一 所以我们也是经过来改造 产车在开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小型 基本上我们这条路 都没有什么交汇 我产车下去了以后 空的产车才能上来一步 所以这个浪费的时间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从山腰到海边 再遮回港口边 这样一步产车 跑一个来回 起码需要三四十分钟 真是名副歧视的 蚂蚁搬家 出不容易 进更难 在岛上建房子 无论是水泥沙石 这样的基础材料 还是一根钢筋 一律钉 都要从岛外运进来 在海岛上施工 就是有潮汽的 潮汽一个月就15天的 用输的能力 一有风了 船都停好了 因为海岛现在 海岛都在开发 登陆艇里就这几条 我们的登陆艇 它必须是大潮水 才能上来 平时小潮水的话 登陆艇都登不上来 只是一个很小的货船 在运输 它运输量不大 而且这个运输船 现在还在兼顾民生 的一些送菜 包括一些 另外的一些物料的运输 所以它的时间段 留给我们也不多 所以我们从外岛 进来的这些材料 非常困难 而根据测算 整个项目 要使用的材料 有3000多吨 几步产车 加人工的运力 相对于一座 二层公共建筑 所需要的材料体量 几乎是九牛一毛 岛上现在 目前在做的 整岛的一个 自来水工程 现在也是 他们也是在 按时间在进行在做 他们的施工面 跟我们施工面 交叉比较多 经常性会 我们的运输道路挖断 进行一个水管的辐射 所以它一挖以后 我们的运输又断掉了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困难 运输压力 加上管道铺设的影响 这条小路的路面 已经破损不堪 终于有一天 铲车下坡时 翻倒在路旁 索性没有人员伤网 修路变成了一件 迫在眉睫的事情 参与施工总协调的小海 与施工方负责人 单小军商定 借助岛上正在 开挖修建的环岛路 铺设一条 直接贯通码头 到现场的路 部分临时路 采用建筑渣土 进行回田 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渣土清运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的运输路 路线全部都通掉 通掉以后 我们现在有大的 三至五吨的这些货车 有三到四辆 那么可以顺利地 再进行弹货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的进度 终于在后来 就是慢慢慢慢 也就跟上来了 在重重的压力下 拖劳所的一层 二层 终于逐渐焦筑成形 呈现出较为完整的面貌 原来建筑师孟凡号 为海上漂泊一声的老人们 建造了一艘 停泊在港湾里的船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设计概念是 我们坐了一艘船 漂浮在这 跟这些岛上的老人们 做这样一个交流的时候 当他们聊到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出海的 这样一些时光的时候 能感受到 他们的这种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在他们安享晚年的 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是能够唤起 他们这些美好的回忆 这个场地的最大特点 就是伊山市形成的 有1.2米高差的两块台地 如果抬高地基 院落内外的高差 就达到近2米 无疑对进入的老人 非常不友好 我们在非常狭窄的 一个用地上 就是一个坡地 所以我们改造前的 两个房子 就在不同的标高上 因此我们也是 我们希望保留原有的台地 减少工程量 减少土房开发量 同时这边第一的地方 是和外部道路相接 这样才能进入 然后高的地方 又是跟我们保留的厨房 这边的标高又是一样的 因此这两边的标高 是通过我们建筑内部 来转换的 原本建筑的院落朝向主路 虽然开场 利用率却不高 建筑师经过整理 将进入院落的动线 进行了调整 经过拉长的进入动线 很好地解决了 院落内外的高差问题 我们现在呢 就处在我们的这个主庭院当中 就原来我们的这个养老院 脱脑所的入口 在这 但是我们现在是 从这里进来之后 我们通过一个廊道的引导 在这样一个廊子下面 进入到我们的 这个建筑用地的 一个中央的部分 然后从这个中央的部分 再进入我们的这个主入口 好处就是 这个院子特别地完整 特别地稳定 它就不是一个过道性的院子 有这么如此大的这样一个 户外的这样一个面积 能和我们一楼的多工人厅 进行这样一个史类外的互动 原本建筑缺少给老人们 活动的公共空间 建筑师梦凡好 将整状建筑的一层 都留作公共空间使用 其中中厅进入的是 主要的活动区 右侧则是与厨房相连的餐厅 这才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主入口 进来之后 它在整个建筑的中间的部分 然后这样一个大厅 就是我们一楼的一个 非常复合的 多功能的这样一个空间 我们这个设计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们一楼 全部都是我们的公共区 所以这样的话 让我们一楼结合这个院子 作为它的核心 来组织的这样一个公区空间 未来也是能够对于 我们全岛的老人 居家护理的老人 都是开放的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 一个餐厅的区域 那这个餐厅的区域 就正好我们当初也是 发现这里有一栋老的房子 老的民居 我们把这个有独立出入口的老房子 作为我们的厨房和备餐区 这样的话就是正好我们把餐厅 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跟它进行了一个充分的一个连接 原本二层作为老人们的主要居住空间 走廊挤占了主要的采光面 房间里的采光通风都十分不理想 到这边就能看见 我们在这边是有一个走道的 那这条走道 当时我们在改造之前 这条走道是在我们的南侧的 真正的朝阳面 是更加适合给我们的房间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共性的走道 移到了我们的背光面 未来我们的老人在房间内部 它是有一个非常安静的 同时有着非常好的视野和阳光的 那这些老人在那个年代下 是他们的壮年 他们在为这个岛上 做了大量的贡献 那么现在他们在这里 安享自己晚年的时候 他们看着这些房子 他们也是心里会有一些 非常好的这样一些回忆 改造后的建筑二层 全部作为老人的居住空间 在高叉转换的区域 巧妙地利用无障碍坡道 进行转换连接 我们在二楼设置了这样一个公共区 这个公共区域两个作用 第一个就是 它是将我们的两边 不同标高的这个房间给分开 另外一部分就是 它在这里是一个无障碍坡道 能够转换两边的高叉 同时在这里我们设计了一个小书吧 能够有非常好的视野 能够享受外面的阳光 而在动线方面 建筑师也进行了调整 徒劳所原先因为地势的高叉 形成了两状建筑间 较为陡峭的台阶 对老人并不友好 因此 孟凡浩首先用电梯的垂直交通方式 解决了老人们上下楼的难题 楼梯 走廊等辅助动线调整至建筑背面 把最好的使用空间与景观 都留给老人们 这是我们在整个的加建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在这里加设了一部电梯 它能够非常便捷地将我们的老人 他坐着轮椅进入之后 运送到每一个楼层 同时我们在这边 依然是有一部封闭的楼梯间 这个楼梯间也是可以再增加一种 我们在步行的一个可达性 即使是新增的楼梯 也全部将踏步放宽 改缓 增加扶手 适合老人缓步而行 在建筑顶部 打造了一个老人 可以电梯直达的屋顶花园 并为二层的卫生间 专门进行了采光设计 大家能看到这里像两个井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天窗 这个天窗非常重要 就是刚刚在二层的时候 大家看到我们有很多卫生间 我们通过这些天窗 给我们的那些卫生间 都有天光下去 这样它们也有很好的一个采光 围绕这个天窗 我们做了一些座椅 户外则全部采用 无障碍通道全部相连 并采用花池 对动线和空间进行整理躯壳 在建筑外部 也利用缓步楼梯的连接 形成一个可以进行 适度锻炼的循环动线 我们通过非常多的 这个屋面的空间的释放 就变相地延展 扩大了我们的实际的 这种使用面积 所以这一点上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个大坡道 将我们不同的标高 露台全部进行串接 就这是一个非常立体的 综合的 复合的一个解决 我们面临问题的这样一个策略 另一边 需要改造的38号39号 两座民居的清拆过程中 也暴露了很多房屋结构上的问题 设计师朱晓明了解情况后 紧急赶往现场进行查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最早的它的结构 它这个连接的地方 本身就做的工艺是不够的 这是新的 里面呢 这个是老的 这么一弄 你看它就睡了 渔村建房嘛 都比较自由一些 所以整一个都不是很规范 而且不是很安全 已经看到原先就有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结构上 包括圈梁上的联系 都不是很规范 第二个就是受我们的海岛特殊气候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这种破败破损 包括一些钢筋外露等等 非常严重 那么所以根据我们现在的方案来 重新来审视这个地方的基础 我们发现我们的动作可能大了之后 对原先的贺载会有很大的问题 有安全隐患 设计师朱晓明原本计划 将39号志愿者之家的楼梯方向进行调改 为二层借出更多的使用空间 原先因为我们的是几间房子 它的工区的这种门洞都很小 然后整一个的交通的宽度也不够 所以我们原先是把一些门洞打开 包括我们楼梯道也会延伸出来 更好走行走一些 包括楼梯的宽度和踏步的近身 都会更舒服一些 大安在现场反复考察 反复沟通之下 考虑到结构安全 他决定放弃更改楼梯的策略 在原有空间规划的基础上 调整设计 三楼影响不大 三楼影响不大 二楼就可以少了一间房 可以我们考虑一下 因为原先是希望更多的工作者 来他们是一般同事关系 两个人一个房间 或者说变成一个大房 那这样的就是小房间好了 就有一个大一点 有个小一点 没办法 调整后的平面布局 一层是志愿者 或医务人员的问诊工作空间 二层和三层 则是三个可供短期 或长期居住的房间 调整好新的平面方案后 对老建筑的加固也随之展开 两幢建筑都采用 同样的方式加固完成 保证使用安全 加固方案是把一个墙面跟楼板 整体做一个钢筋网 加那高强度的喷酱料 进行一个加固 相当于整个内部做了一个内壳 把它更加的稳固化 满足了我整个一个结构的这个要求 而在作为旅居空间的38号楼 设计师对原有建筑的动线与朝向 进行了优化 首先朱晓明将整个院落西侧 增加了一个入口 方便进出和使用门前的小广场 陆户的方式 原先是从东面过来 那么现在我们改成了 从这个景观绿带这边上去 这样的话整一个从正面过来 而且有一个过渡区域 相对来讲整一个松弛度就比较好 我们在增加了这个口部的进入方式以外 也保留了原先的中面的门 这样又保证了原先的 岛民的这个中国方式 交通路线 因为房屋难测被其他房子遮挡 采光景观等都不是非常合理 设计师决定在朝向拖劳索 和中心绿地的方向开窗 形成空间上的对望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原先我们的房子是朝南这个窗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只有几米距离 基本上风景包括视野全遮蔽 而且风都很难吹过来 所以我们在西面加住了这个窗户 而且这个视野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不错的这个山系 还有建筑群 第二的话 增加一个我们这个建筑和我们的养老院之间的一个对话 更重要一点是让气流能组织起来 同时在不同层面上增加了悬条的露台空间 极大的提升了建筑使用的舒适度 因为我们是一个抬高的建筑 所以这里是一个阳台 那在阳台这里我们会有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顶部我们会利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老门板 会做一个雨红到时候挡风遮雨不用 调整过后 整个旅居的两层空间中 一层围攻区和一间套房 二层则分别是单人间和双人间 可以满足外来游客的不同需求 这是休息的地方 那我们把原下阳台利用起来 做了一个踏踏米区 那么这样可以在阳光下一个小气的一个空间 较少的布局改动 成体系的结构加固 保护风貌的前提下 提升空间舒适度 朱小明的设计策略 为接下来柴山岛 整体建筑风貌的保护性开发 树立了样板 那么整个实际上在室内 重新构架了一个独立体的 一个线窍的一个创架系统 这样的话 在布局外避免风貌的情况下 内部重新组组的结构 确保路组的安全 就在整个建筑如火如土展开的时候 又有一位设计师受邀加入了这次海岛复兴计划 设计师谢天的另一个身份 是艺术家与策展人 日常设计工作之外 他更多的是以艺术的方式 呈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表达 这次受邀来到岛上 谢天的任务是在改造区域的核心绿地上 为小岛复兴计划 打造一处标志性的艺术装置 谢天想知道 岛上的老人们究竟需要些什么 自己又能为岛上带来一些什么呢 和小孩一起 他在岛上走访了不少老人们 我说我从越车处过来 就是去客室 越来越大一点 那现在就给大家吃吧 和习惯家拿了养孽 养孽一个少年 吃的以后 那发精神的 动画到育虎 对吧 对老年龄呢 对这多方便好吃 他对自并要发心 结果也会有效 对对 还是为了让孩子放心 是 你看 今天我们修宁的道路 就是老年龄 是吧 弄了好了就学你说到你了嘛 对很好讲得很好 这个东西我要去您 按了按按设计 哎那里来 弄不成了吗 弄不成了吗 现在就想看看孩子的 还孙子们真孙子们 看看他们在学校里 优伟园员啊 看看这些 你的孙子啊 真孙子们以后会经常来这里看你 这天又来啊 我不愿意 送了都是不公平 心里希望他们来 但是又想想看怕麻烦他们 对对对 就是这意思 谢天发现 其实岛上老人们对于晚年的物质生活 并没有很高的要求 他们最大的愿望 竟然是让在外的子女放心 不要过于牵挂 他们第一个愿望还不是想孩子多来 他想的是让孩子放心 第二个他的愿望才是什么 就是整个岛上的建设更好 然后这个养老院设施也更加的完备 那孩子因为设施也好了嘛 也会来看看他们 这种他们的期许 其实也是给我们设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导 因为任何设计是为人福 就应该他是要满足这些人他所需 他所要 对吧 他能给予他更加的所能用的 达到他们更多的期许 那这个设计我认为他就有他的存在的意义 面对大海 这样的愿望让谢天陷入了沉默 他既能理解老人们体谅子女的心情 又感受到已知心酸 其实哪位老人不希望子女绕席 年轻人能带着孩子多回来看看呢 思考再三 他决定为岛上创作一件 带有功能性的互动艺术装置 在今后小岛的旅游开发中 既吸引年轻人来打卡 也为老人们留住每个上岛来的小孩的心 也为老人们留住每个上岛来的小孩的心 我们现在做了三根样品 水龙头我们也换了好几个样式 我们会选择更简单一点 因为你看一根线 它好像感觉不出来像一个浪花 然后当它我们有200多个线在一起的时候 出水口的位置都在不一定的地方 所以未来可能会呈现出来 它就像一卷一卷的这种浪花的这种感觉 然后希望这个装置跟人之间 不仅仅是给你简单的看到它 更多的让人可以参与当中 小朋友应该喜欢 但我认为成年人应该也会喜欢 因为它有一种互动性 此刻设计师朱晓明与同伴们一起 寻找着刻有海岛历史印记的各种物件 这个是这里以前的红砖 然后你看 这是老房子上的那些红砖 所以我们那天过来看 发现这个摊土上有好多的这种红砖 然后在 它应该是来参与这里的建设 可能被废弃了 所以在这里应该翻滚了很多年 我们想把它物件启用 再把它用起来 对于柴山岛风貌的保护和修复 不仅在于修旧如旧 更在于对在地材料的创造性运用 我们想通过这段时间 在这个海岛上的了解 对这里的很多的遗落的旧物也好 老的一些门窗花格建筑材料也好 老的垒石红砖也好 把这些进行一个优化和组合 来展示到我们的新的建筑当中 希望它跟曾经有些连接 也有新的模样 同时利用传统的水刷石工艺和文样 对建筑的立面进行复古造型 让它更贴合渔村周边建筑的气质 我们是通过当曾经的老师傅 找到了水洗石的配料 工艺底色石子都是原先那一模一样 只是在现在配方上面 加了一些颜色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模颜色 有琥珀色 有蓝色 与此同时 设计师也非常关注使用者的舒适细节 我们把它也增加了大面积的采光面 而且现在通过现在的这个门窗系统 做了一个大的一个L型的装脚窗 这样的话尽量多地把光线引入进来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的门窗在设计的时候 单独去考察的企业 采用的是经历台风 十二级上台风测试的门窗 所以它对台风极端天气下的 这个斜打雨水的溢水处理 都是很好的解决 海岛的空气潮湿且含有年份 为保障整个空间使用的长久性 设计师在墙面涂料的选择上 也十分慎重 为了空间的安全性和使用长久性 本次天花板刷涂的是 一般正无机内墙涂料 相较于有机涂料 无机涂料以无机成分为主 不仅耐燃 而且可以有效地减少室内墙面的反潮 轻松应对导上潮湿气候 而且绿色环保抗菌防媒 能大大减少老人 这种易感人群的感染风险 在志愿者之家 朱晓明特别在公共区域 设计了一间小小的诊室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空间主要达到起来 是给我们上岛做 这个易诊的工作人员 一些志愿者 给老人做作诊之用的 我们会有一个工作台 包括这里有一个工作区 到时候这里还会有一个 单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卫生帘拉开的 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躺床 主要是给老人做一些检测 而且它特别独立 人员的话 直接可以从眼口下 进入到这个空间来 那周边我们还配套了 这个公共洗手间 洗手台 这样对它工作来讲 整个功能性更齐备一些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国家骨科医学中心 我们前来求助 那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张教授了 感谢张教授 这位是我们这次项目的设计师 朱晓明 你好 幸会 那希望得到这边的支持 那张教授能不能先带我们参观一下 好好好 原来小岛复兴计划中的一环 就是通过志愿者之家 这样空间的配置 和一些专业医疗机构达成合作 通过邀请医护们 到岛上来修养并疫诊的方式 丰富岛上的医疗资源 我们在周边 除了这个养老院 还有两个疫诊的 这个守望者之家 我们叫他守望者 其实是想给我们的很多的 志愿者和疫诊的工作人员 包括未来能有机会 跟我们的医院取得一些合作 比如让医生在休假度假的同时 还能帮我们老人上岛做一些疫诊 这个装备呢 就是可以辅助老人步行走路 走路的时候呢 他可以有保护 但是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做了这个 对于他镀态的这些相关的信息的分析 对往下抬 右脚吗 右脚抬起来 抬起来 然后往下抬 抬 很方便 他自己的身体能感受到 他要花多少力气 你可以往前走 还可以走这样 这样 走路的时候不行 对 对可以走 张教授 就是这套设备 好像听说是不是可以捐赠给里岛的老人 当然 当然 那太棒了 岛上最需要这个 原先我们就担心这个初岛呢 那这个问题就通过这个数据的连接 反而都随时在线 对对对 我们特别期盼我们的医生团队能上岛 这个疗养的时候同时有你做到帮我们的养老院的一些老人进行一些那么所谓的议诊吧 我觉得大家刚好是在一个岛上面这么融入在一起的那个状态 我呢 也想了这个问题 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退休以后的老的医生护士 他们也需要有一个休息度假的地方 是是 那么在度假的过程之中呢 他们也是那个群体中的议员了 对 然后给大家提供服务 其实是几方都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太棒了 这是双赢啊 让我们的海岛风景好 又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医生可以进行一些疗养度假 对 小民压力大了 一定要把那儿建设好 设计好 吸引好我们的医生团队来 不仅老人满意 关键是我们的医疗团队也得满意才行 通过类似的合作 未来小岛上的老人们将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支持 与此同时 谢天的装置艺术也在地块上慢慢成型 考虑到地块在小岛中心具备公共属性 卫生间的需求较大 谢天为他附加了公共卫生间的功能 因为这个景观场地 是整个小岛的应该算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所以希望这个广场就是在这个周边的环境里面 有一个功能性直路 那我想就选择了做了一个带有公共厕所的功能 所以直路在这么一个核心的板块里面 但是这个公共厕所 它又不是很突兀的一个公共厕所 所以整个形态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浪花 那这个浪花它也是我这一个核心的 在景观里面一个装置的这么一个功能 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趣味性的设计 我想作为一个景观角度来说 更适宜以未来 比如说来看老人的他的孙子们 真孙子们 来这个老人院前面 那有一个可以能爬王可以玩耍 我认为就是各种可以给他带来一些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整个进入这个厕所里面 只要你门一关 那我们就会有个感应 就上面的水浪花的水就出来 这里有一百多根的浪花的水同时出来 那出来以后呢 那这个浪花的水又可以回到地上 那地上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雨水收集的一个沟 就让这个水重新再散到上面 所以这个水其实它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循环的再利用 平面基本完成 室内的各项安装也逐渐展开 建筑师特别要求为整个拖劳所增加配置了 中央空调和新风设施 那么我们养老院除了是设计了一些常规的空调 冰分进化厨师这些功能以外 那么单独为养老这个液态 还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是采用了大分量的新风机 在局部增加了新分量的供应 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整个养老院 能够更加快速地去除异味 保证我们养老院的空气一直是保持精心的 考虑到这边其实可能一些老人啊或者家属啊 他们对于静音的要求会比较高 所以这台设备的话呢 除了传统的意义上 它还是一个非常变频的智能的一个室内机 室内机 对它的一个最低的分贝可以达到这个十几分贝 其实我们最小的那台机器 它可以达到十六分贝 所以非常静音 拖劳索空间的地面需要铺设防水比较 因为老人使用的空间 对地面平整度要求非常高 基层特别使用了高墙石膏滋留屏 我们这次对地面基层 使用了立方快优屏 高墙石膏滋留屏 可以实现滋留洞的枣屏 帮助快速实现地面基层的平整度 有效避免后续地面出现 旗鼓 开裂 发潮等现象造成的安全隐患 而在卫生间和厨房区域的顶面 则使用了立方厨卫阳台漆 保障耐久性 这次养老院卫生间还有厨房区域的顶面 使用了立方厨卫阳台漆 这款漆可以兼顾厨卫阳台 多种场景使用 不仅内随内厚性强 而且超效抗军 双倍防美能够有效预防 长期潮湿怀境下 墙面可能会出现的掉色脱落等问题 而在室内空间 采用防潮耐磨的石军地板进行处理 使用舒适的同时便于打理维护 根据我们岛上的气候 潮湿这个特点 我们整一个全屋的地面 都采用了复合的地板 它可以防水 防火 然后它表面的涂层的话 对我们的整一个抗破坏能力会更强一些 这样方便我们在工作区域当中 可能做保洁 工作之用 更方便一些 在旅居和志愿者之家 安装了具有老船木样式的橱柜 既耐用 也增加整个空间的海岛氛围 我们想把渔村的原汁原味的一些技艺带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柜子的处理 都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处理 采用一些老木头 做成像曾经的船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话特别有温度 但是它边界我们采用了新的木头进行违合 这样的话整一个非常规整 对我们的陆住的岛上的客人来讲 他可能对老的渔村会有一种新的 曾经的这种认识 这就是他们曾经的门窗的一些记忆 临近年末 一股寒潮席卷而来 舟山近海风浪平平 岛上气温达到零下 连续多天断航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因为拖劳所建筑体量较大 在很多人员 材料和家具 无法按时抵达的情况下 尚未完成收尾工作 而公共绿地 旅居和志愿者之家 则已基本呈现 那么老人们是否喜欢岛上 发生的这些新变化呢 新年将近 改造也到了收尾的时候 叶书记邀请设计师和几位老人们 一起来见证柴山岛上新的变化 还在一起对立马上新变化 效果 叶书记邀请设计师和几位老人们 做得要打死过来 打死过来 叶书记邀请设计师和几位老人们 叶子 好的 好的 刚才我们刚刚开的演出是我们周三的飞鱼演出 展现的是我们周三渔民在海上生产的一个场景 今天我们很高兴 因为我们靖老月改造到目前这个状态了 我们一起欢聚一逃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孟凡尔老师 是靖老月这个主体的他设计的 谢天老师我们这个公共艺术装置是他设计的 那么小明老师呢 朱小明老师呢 是对面旅居俩套他弄的 那么老赵呢 你们都认识了 很辛苦 这段时间天天在靖老月 我们连续的加班他每天在现场管着的 真的很辛苦 我们靖老月这个项目呢也不容易 也得到很多的一些爱心企业的捐助 真的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感召 特别是下一步我们整个财产的看法之后 今后有更多的就业稿位之后 我们年轻的一代了也会回来 陪着你们一边生活一边工作 还能陪着你们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白杀也好 财杀也好 我们的未来可泣的会越来越热闹 我们一起鼓掌感谢这么多爱心企业 包括我们设计师们啊 好 感谢 真的很感谢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啊 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我们经过了几月的时间 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 这次呢就是我们叶书记 通过这样一个这个梦改的节目啊 也是我们让我们大家都汇聚在一起啊 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 就是我们希望要重新的让我们的财山岛 恢复以往的这种活力 所以同时它也是属于我们财山人自己的 然后同时我们的原住民回归之后 也能让我们在这里也不再孤单 好的 好 这个以前是开船 现在你看又有艘船 孩子年轻了 越来越年轻了可以 你们可以在你们年轻的时候 你们驾驶过的船的这种感受 你们这里这个安翔晚年的时候 仍然是能找到这种回忆 你们年轻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渔民吧 对对 我简单讲 然后尤其我特别印象特别深的 每次上岛 都看到你们这种温秀 对我们来说 是来义务做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动力 航船的整体造型 让一生乘风破浪的老人们开心的像个孩子 叶书记带着大家一起 参观了一下还未完成交付的拖劳所 你们看我们整个船 它的造型 你看前面是抖劳 后面整个下一个 我们原来像登陆亭是很像的 就是登陆亭 登陆亭 上面还有驾驶室 最上面是个灯塔 灯塔的造型 对对对 下面我带你们一起 所以我们里面走走 看看 好 里面走 这里是我们一个无灶通道 我们老人有些老人不方便的时候 推着轮椅直接从 这个可以直接进进到远去 很方便的 好 我们从这边走 我们一个广场 它整个空间 对 跟里面全部都通的 它这个门一打开之后 里面整个跟里面外面都可以互动的 好 那这边还有我们一排 呃 座椅 各种外吃 你给外吃这家面快 位置很很快的 今后我们这个停月里面 今后还可以搞一些活动 制月服务 给老人的理理发呀 修修家电啊 这个广场里面 它是我们也是一个社区公共空间 是一个 小米带一个盘文 一一喜爱 对对对 这些小型的小型的表演都可以了啊 小型的活动都可以这里搞了 里面打听里面起开 好 这个门里面打听 有一个门打开 门打开有一个 两部被空机起倒了呢 是吧 这个门你看 嘴部是 9点 9点似的 它里面有整体的一个产卵系统 这都是大面积的门窗啊 啊 厚力都很大的 这按钻也不容易啊 我们共同有力量 这个这个整个空间里 因为我们今后呢 吃吃饭 或者活动活动 搞一些小型的活动啊 都可以这里面可以搞了 小型的活动啊 小型的事情啊 嗯 这么高了 对对对对 这边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做的 不呢 有点 啊 几个人 聊聊聊天 这么暖和是吧 自己家里面 你们比如走上来来跟他们聊天的 就这个空间里面 多好啊 是吧 都可以互动的 这个外景啊 空气啊 应该来来来 给他煮个水啊 拖劳所一层作为公共空间 最主要的是对岛上老人们整体开放的餐厅和活动室 活动室与庭院相连 即刻意进行各种公共活动和服务 日常也能让老人们在这里 惬意的晒晒太阳 聊聊天 这样的 我们这个楼梯呢 叫缓坡楼梯 它为什么也是我们拖劳所里面需要 因为老人走路啊 它一个楼梯比较宽 高度呢 它不是太高 就比较走的时候比较舒适 这边还有个 固库来的 旁边呢还有电梯的 到二楼三楼有电梯的 整个有个电梯烧起的 整个空间都很大的 那进来又这个色彩出来了啊 门窗 红色蓝色的 这里面都是房间 都今后是橘子腾的 好位置很好的 看火了 对对对 我们在老人的卧室区域 选用了立包 魔术器的 青石微水泥效果 触感呢 是比较光滑和细腻的 有一种朴素的美感 搭配上呢 带有一点暖度的灰色 在空间里呢 营造一种温馨感 微水泥质地呢 也是比较接应的 无需担心二巢的磕碰 靠招靠污的能力呢 也比较强 打理起来呢 比较省心省力 这里是我们脱脑所里面的 老人今后住房间里面的 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里面的设计师呢 都为我们考虑到 很多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 比如呢 你看我们那个 护手 这边也有一个护手 洗澡间 这边洗澡的时候 那边也可以弄一下 对对对对 就很方便 好 保湿设备都考虑到了 太久了 嗯 高的是 拓劳所的顶楼了 好 它其实是个 船的将士台的位置 对我们这个位置 看过去看 白沙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很高的 最高点了 可能最高点了 整个拓劳所里面 最高开的雨 好 对 直接我们看到大海 还可以对 看到我们对面白沙 黄沙头村 整个滑沙头 因为他们都是渔民 所以他们船 是他们的一个 主要的生产工具 因此就是我们这次呢 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 拖劳所养老院的 这个设计当中 我们做了一个 在整体的造型型体设计上 它像是一个漂浮的一艘船 在这样一个小岛上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这个公共建筑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它承载的功能是 非常符合的 就首先它是要满足我们 真正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 他的一个生活 这个休息 第二呢 它还承载着一个功能 就是它是我们柴山岛的一个 居家养老的一个公共配套点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一层的 所有的这些公共空间 我们对于这些居家老人 也是欢迎他们 能够到这里面来 来共享的 这就是我们 从设计的角度 希望在非常极限的 场地用地的条件下 我们希望是能够 释放更多的 这样一些功能 去满足我们岛上的 这样一种 多样性的需求 拖劳所外 是岛上未来的一片 中心的公共绿地 谢天在这里 为人们设计了一个 造型有趣的公共空间 那他们其实心目当中 最大的心愿 其实还不只是 自己过得好不好 最大的心愿 是想让孩子们 都来看看他们 这是每个老人 多数人的一种 内心的心愿 所以做这个广场 我认为它一首先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核心中心区 那希望这个中心 它所做的这个内容 它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景观 所以当时呢 还是给了它一个内容 其实就一个公共厕所的 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希望所以说 它还是一个 带于一定艺术性的 呈现在这个 整个广场的一个 中间的这么一个点上 其实整个这个建筑 就是像一个海浪打过来 然后再回头 那一个浪花再上去 就这么一个感受 然后整个边上的景观的坡地呢 其实就做的这种 取之于我们海边的这种 鹅卵石 相当于很多鹅卵石之间 叠加在一起 所以呢把它又形成 鹅卵石又形成一个 维吻的像波烂的 起伏的这么一种关系 非常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这座小小的公共卫生间 既是服务设施 更是一座互动艺术装置 当有人进入实用的时候 屋顶的浪花会喷出水花 和广场上的游人们 形成有趣的互动 整块绿地做了特别的起伏 孔洞设计 让来到这里的孩子们快乐的玩耍 苏家 苏大爷我带你们再来这座楼来看一下 这座楼就以前我们的老房子 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叫守望者之家 那这座楼做起来干嘛呢 是给我们以后到岛上来的这个年轻人 来做一些志愿者 还有医生的一些过来做疫诊 那么来给我们老人看看病啊 疗养的时候到这里的给大家来看病 这样就方便了 这样就方便了 说讲到这里呢做了一个灰空间 那么这个沿口下嘛 就是他们可以在这里啊聊聊天啊 呆呆的一个地方 那么老墙我们你看还是有老的 当地的水洗石做的 装了一些壁灯 墙也没破坏 这样的话呢 夜间的话也会明亮照度 我们老的人就打着纸 我们请的啊 就是当地做了二三十年的 给我们这个财山岛啊 做水洗石的人他做的 对对对对 是原汁原味的这里的感觉 你看我们这个门窗啊 格子啊都是采用我们当地的一些老门来做的 这样到事情比较好 第二个你看我们这种细节的这个麻绳 就我们当地的这种是吧 这个船上的这种揽绳 边边的这种材料来做 尽量让我们很亲切嘛 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啊 我们到这边来看看啊 这个地方你看看啊 啊你看看这是什么啊 啊 啊 对上 对我们渔村里了 对 我想我们凉快啊 夏天是一个电风扇最实用 电线 电线杆也是 风凉就好了 是是是 老电线杆的那个东西啊 我们老的电线杆上的记忆 我们把它剪过来 就我们以前的电线杆是那个磁瓶嘛 对 我们穿起来感觉像有这种渔村的记忆 然后你看看这个门板 我们在整个渔村里待了很久 发现我们每一家每户的门板的颜色 很多不一样 我们尽量是把就地取材嘛 对 然后又有地方的这个元素 非法理用 是是是是 这些器物都是曾经我们这个 叔叔阿姨这个年代的很多器物 就你 我就有这个 哦电报机电话机啊 哎 对 我们为什么放这些老的 是说你们是主人啊 以后有医生工作者 年轻的来 你们拿这个给他们讲故事 哎我们那时候是怎样的 老电视机你看 结婚的时候的架装的箱子 就这样的话有人来教教我们财山 以前的这种风俗啊习惯 对也是给我们传播财山 同时呢跟年轻的话题聊了啊 啊那么这样的那个沙发我们特地做了 你看这个镜身啊特别大啊 这样的叔叔阿姨呢靠起来舒服 坐在这里唠唠歌 聊聊天啊听听收音机啊 非常的这个舒适的一种一种环境啊 来我们到这里来看看 来 这漂亮啊 弄得很好啊 一下子变化很大了啊 哈哈哈哈 你们看看这个地方 我们的设计 都是用我们渔村啊 晒鱼的那个扁啊 这个元素来做的 老你看看这些照片 看看这是谁 这个好到处我们一起来财山看的嘛 这里是我来财山啊 啊自己我们拍的每天的风景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 在工作的时候还拍的一些照片 记录下来放在这里 我们这个小道啊 还有这么一个宝贝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地方呢 平时呢 就是也可以让那个 我们的议诊的工作人员 医生在这里呢吃饭 他这里有厨房吗 用餐 平时呢跟叔叔阿姨聊天啊 谈事情也可以在这里聊 这等于是个多功能的 但是啊 我说你们考虑的太久了 是我们心里透过的 会客厅 那我们去看看我们厨房 好吧 好 来来来 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聊聊天 啊 就像跟阿姨我们这样 就年轻的人 志愿者工作人员啊 吃早饭简单的吃吃掉 啊 那么他们可以尽量多一点地方 给他们可以呆呆的地方 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啊 这些你看 都是老船木啊 都是这个船木做 对对对 那船木呢你看这个线条 我们用新的做 这样的不割手啊 比较舒服 好 叔阿姨带你们看看房间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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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哇 看看 哇更好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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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地面的瓷砖 你看 也就是我们渔村里你看 经常有的这个花砖嘛 然后这个颜色 包括这细节 我们都搭配过 你看这幅画 有我们海螺 有渔村 有海浪 舒子蟹 嗯 这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 为我们这个海岛柴山画的 这个地方呢 客人来了 把旅行箱这么一放 嗯 这个时候放行李 放他们的那个衣服 衣服啊 衣帽啊 我们把衣架都给它做好了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到阳台来看看 啊 这个阳台是 直接可以看到 啊 啊 我们刚里一看白沙的 对对 因为楼下看不到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故意设立成这个角度 我们不是守望者吗 那我们这样的来 客人也好 工作人员也好 在这里都是守望者老人 在大面积的工具 我们选择了 立邦魔术器 食材系列的海藻岩效果 摸起来略带岩石的基地感 同时海藻岩 硬度高 耐刮擦 墙面弄脏 也完全不用担心 一擦就能擦掉 志愿者之家 预留给来岛上做养老服务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供医生护士来岛上疗养度假 同时为老人们提供一些异诊服务 补充岛上的医疗资源 叔叔啊 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去看看我们这种房子 这个是我们旅居 看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罐子 每一个石头 都是我们岛上取过来的 那有些在路边已经被遗弃的一些罐子 我们拿过来 包括这石头都是我们财商本身的 把它雷起来 来来来 然后你看我们这堵墙 有个流水 这个水的话 对 这个水啊 流下来这个有欢迎的感觉 对吧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水不是说打自来水打的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口井 这个地方原地就有口井 我们把井的资源以前是要用的 现在不用了 把井抽到上面去 流到二楼的屋顶 再从这里下来 再流回去 再上来循环 对对对 循环 这样把一些的水用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啊 从屋面经过的时候 还能带走这个房子的温度 对啊 想起来这个水的水 要宽 对 我们从这里来看看 好 你看这个角度啊 是当时我们不是封闭的吗 对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阳台 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的脱脑所了 你这样 这个门手 嗯 你会你我会 封闭了 封闭了 封闭对 打开了啊 我看到你 哈哈 对都能看见了啊 对对对对 然后这里是潮溪嘛 晒太阳重要 在这里啊 淋不到雨 是吧 然后平时呢又可以看看外面 就很舒服的地方 嗯 我在这个岛上 经常看到这个小岛你好 有很多 嗯 这个是一个 这个其实这样的 小岛你好呢 是我们周三市委市政府啊 一下重点工作啊 推进他是三年时间 打造三十个岛 打造成示范亚本 这样的 这里来看看 这个有没有记忆啊 就我们那个码头 码头下面不是很多的 都啊 说下去 我们就在码头边 这间工作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这样的石头 是吧 磨了对对对 好多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石头把它剪过来 这个等于是大自然把我们 加工好了 红砖嘛 对 磨了这么多年磨磨磨磨磨 人角没有了 我说这个把它用起来啊 是我们柴山应该独有的 然后你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 他们可以吃早饭 嗯 啊 吃早饭 在这里看书 也可以在这里喝杯咖啡 对 因为这样做呢 我们的人可以做的多一点 有机太好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区呢 所以我们设计好几个 嗯 比如说有窗台的 年轻的喜欢吧台的 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个区 这样满足了我们以后 旅居不同的人群吧 有家庭的 有情侣的 也有比如说老人的 那么它不同的小区都喜欢 而且我们外面还有外延嘛 对 风景所有人都朝向最好的风景 这个沙发也是特地加工过 体液香 特别柔软 嗯 所以我认识这个湖 我都也知道 哈哈哈哈 旅居则作为未来柴山岛小岛复兴的一次探索 融入了大量的本岛元素 一层的公共空间及套房 改善了采光和通风 视野非常开阔 师长我们刚刚看了一楼了啊 那我们现在看二楼 二楼呢我们也开放了几个房间 来我们进去看看 然后你看这个也是我们的船木做的 整个基地你看 老的上面做些灯光 这样的又不吃眼 不吃眼 这些都是特地为我们这一次啊 把一些木头做了一个特殊文样 让我们的来访者对我们柴山有特殊的那种记忆 整个都是很温暖的细腻的 这个空间的话呢它是一个过渡区域 就是一个小小的大米 那这样的话这里又可以喝喝茶 聊聊天 那正儿八经别的时候 有时候人多到亲子的时候 也可以变成一个房间 来看看这个房间 怎么样 太漂亮了 这个房间以前我们来这个房子的时候啊 这边是没有一个窗户的 非常黑暗的 这样一改造呢变成整个大落地窗L型 阳光晒进的阳光非常好 充分 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房间 你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托劳所 就这样的话呢 这一个就是一个套间嘛 从那边进户这边过来 通过这样的组织呢 我们就把面向了这边 原来呢我印象中这边应该是面墙 就没有一个窗 没有玻璃窗 是是是 应该这样打开以后就空间就很大了 是是是 料一料炒了 苏家我们立邦啊 给我们这个托劳所准备一个礼物 来来看看 哦 这我们残山嘛 好 这是我们的残山那个造型 对大家看一下 好 这很舒服 很漂亮啊 两面都有的 好 我也代表我们托劳所 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的捐助 谢谢 好嘞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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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魔术7每一面都美 我想此时此刻大家心里的感受和我是一样的 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心里边是暖暖的 老有所依 老有所依 是让人们的晚年生活有依有靠 不仅一时无忧更有人关心照顾过得有质量有尊严 而实现这一切需要的不仅仅是空间设计的温度更需要地方投入的决心还有发展的力度 在发展当中去为大家实现越来越好的生活 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柴山岛越来越好 祝愿我们身边所有的老人都能老有所依健康平安 梦想改造家第十季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再一次提醒大家第十一季的报名已经启动 欢迎参考我们屏幕下方的信息向节目组报名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2024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